金管会主委 陈主委 李渊你好 主委早 昨天呢我们用强化金融监理跟主委分享一下 在上个礼拜美国最大的金融弊案 在今天呢 我同样的要用强化金融监理呢 继续跟主委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的感受 尤其在昨天的报告里面 主委有提到 这个就是说国内的金融的环境的稳定呢 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 在今天您的报告里面呢 更提出来了第二项里面 维持金融稳定的部分呢 你提到的要持续积极导入 总体审慎监理 提升金融监理 完备金融安全网等等 我就不再念了 像这些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 而是确实的去落实的话 我非常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JP Morgan的案件呢 它在发生之后 短短的时间 它就能够察觉到它的弊端 然后在一年之内 它有300多页的报告 可以很完整的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国内的情形 不管是银证案也好 或者是第一金控案也好 它发生的年度是2010年的时候 可是我们的处理呢 居然要等到媒体报道之后 我们的主管机关才有动作 这一点呢 本期是非常不能够理解 是不是能够请主委 说明一下 为什么国外 如果我们真的 花了这么多的努力 在维持金融稳定 为什么在银证案 在第一金控 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的未爆弹 是还没有出来的 因为等到第一金控 这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以为说 怎么银证案发生之后 还有 结果发现 它的发生时间 其实是在银证案之前 它是在2010的7月到8月 银证反而是在2010的10月份 左右才发生的 为什么对于这些 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机制 如果我们这么完整 按照我们今天的报告书 第二页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 能够事前防范的 一个能力 主委 是 这个确实是需要来加强强化 所以我们也继续 过去的这些教训 我们现在对它的内控 还有对它整个市场操作 跟市场的观念 我们会做一些 这个全面的连结跟检查 对 这是我们会去加强 具体的内容呢 我想是不是拜托主委 还是要说明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咨询的部分呢 昨天我们已经确认了 事前防范的一个措施 那么这些的部分 我知道就是说 主委您在这个会后呢 也答应说 这些的相关资料 会提供给本席 在做继续的 follow up的动作 可是呢 我要提到就是说 除了已经确认的事项之外 包括我们按照这个 JP Morgan的报告 300多页报告 你们看出来 其实在美国 原则上面来讲 风险的评估 其实是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一项 可是既然你们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你就能够figure out 一般的人 没有办法想象出来 怎么样去掌控风险 可是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当你提到说 以后会加强的 加强的这一方面 我们单纯从一个角度上面来讲 从基金管理人的 他的这个财产的监督上面来讲 其实按照法令的规定 已经有了 我就不再念 这个法令的规定 可是问题是说 问题是说 按照法令的规定有 然后我们看到 他们的自律规则 里面包括了本人 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对不对 可是法条里面 还有一个第三人 在他的这个 同业工会里面的自律规范里面 并没有cover其他 那这个部分 金管会实际上面做的这个查核 就是说你不是单纯的仰赖 同业工会他们的自律规范 不是仰赖单独的券商他们去做 这个用他人名义的部分 主委你实务上面来讲 是什么样去做一个查核的动作呢 如果要这个实际上去追这些 以他人名义持有的话 那个一般来讲 他的技术是比较复杂的 除了说我们去追那个 他的那个资金流向 那资金流向的话 通常呢 要进行资金流向的追查的话 就必须要有比较明确的 这些违法的市政 可是主委 美国能 为什么我们不能 如果他的方法 只有资金的流向的追查的话 我要请问 我一直一再再提 JP Morgan的案件 为什么他案发之后 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发现 如果他可以 我们的人员 不能够从他的报告里面 去发现 到底我们台湾 应该要建立 怎么样的机制 去防避吗 是所以也非常感谢 李委员昨天告诉我们 有这样一个报告 我们也去把他这个 当落下来 在网站上都有 本席都有 所以他不是什么机密的 因为他这个资料量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还要一点时间去消化 三百多页 只要懂英文的人 一天就可以念完了 是是 好不好 他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因为要同仁 把他仔细在这个研阅一遍 然后里面有哪些呢 值得我们来参考 他里面有发现的问题 他有他的建议的解决方案 好 那我不要浪费时间 我要再提的一个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法令的规范 在他的这个JP Morgan的 这个案件里面 他的其中的一项建议 他认为他的法令规范 还是不足够 还是不足够 那我要请教主委的 就是说 我们从基金经理员 主委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再地提基金 其实我之所以提基金的原因 是因为 您知道在我们的 不管是退补基金也好 我们的年金的改革的过程当中 只要我们的投报率啊 多一个percent的话 提拨率是可以降四到六percent 也就是说 当你的投报率 当基金经理人 他不要去坑杀 我们的基金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如果他的投报率 能够高一个percent 我们的全民啊 相关的人员 他的提拨率 就可以减到四到六percent 这么多 所以本席之所以 关心这个议题 倒不在于 一般的基金 投资人的基金 最重要的是说 它影响到我们全民的福利 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我要请教 主委 如果你也认同 本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影响到全民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 社会福利 在谈年金的情况之下 我要请教一下 对于证交法 二十条之一的部分 主委 我们讲 我们对于各个企业 他的董事长 他的总经理 当公司的财报 有错误的情况之下 他要负 无过失责任 是不是 主委 有这样的规定吗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当您讲的非常 义正延迟的原因是说 因为它影响到 投资人的权益 那一个公司的投资人 再多 也不过是几十万 相较于我们现在讲基金 尤其是我们退付基金 我们其他的劳保基金等等 这些所影响到的是 我们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如果说我们的证交法 二十条之一 对于单一公司 他的负责人 要负无过失责任 我要请教一下主委 为什么对于基金的报告里面 当他有不完备 当他有隐匿 当他有错误 或者当他有误导的情况之下 他不用负无过失责任 主委 当然这个地方 法令制度的不同 当然这个他各有他的特别 主委 法令不同 法令是可以修法的 这个也就是立法院 他的功能所在 对不对 那我要请教主委的 对于基金管理人 当他透过虚伪隐匿 他的报告的情况之下呢 造成全民的损失 他的责任 如果一般的公司啊 一般的公司 如果他的责任 都应该是无过失责任的话 那么这些基金 他是不是也应该要负无过失责任 尤其我刚刚前面提到 投报率增加一个percent 影响全民的提拨率 四到六个percent 该不该 其实最近的趋势 像这一次这个超那个 我们世大基金的这个公司 他后来他也把那部分的亏损 他也都赔出来了 不是 主委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主委 各个公司的责任 当他应该要负无过失责任的时候 您告诉我 影响两千三百万民众的 这个报告 为什么他不用负无过失责任 如果前面的逻辑是对 如果单一公司的负责任 他应该要负无过失责任的话 为什么影响全民两千三百万的 这些的基金 这些他的报告里面 他负的责任 只是单纯的警告 只是单纯的 他只要负一个 按照我们 嬴政案的时候 你只有处罚十二万 为什么 是说两千三百万民众 他的权益不重要 他还是 相较 重要 重要他的结果 为什么是只有十二万 他还是有 我跟李婉宝报告 他还是有损害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 应付赔偿责任之人的话 主委 这样子讲 我就没有被说服 因为按照证交法 二十条之一的那些人 除了负无过失责任之外 他一样民事赔偿责任要赔的 他并不是不要赔 对不对 你苛责他负无过失责任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你根本不用举证 有这个事实 他就要负责 为什么两千三百万的人民的权益 他不要负无过失责任 这个同样的 在基金他的操作上面的话 他如果说有一些虚伪 引力不实的话 一样的 没有他只有负过失责任 报告主委 你去看投信投雇办法第108条 他现在只有负过失责任 他没有负过失责任 这个 这个当然这个在法制上面的设计 他各有考量 不过呢 什么各有考量 我现在就是要请教主委 你各有考量是说 单一的公司 二三十万人的利益 大于两千三百万人的利益吗 这个当然 因为他的整个环境不同 因为这个基金本身 他的经营的过程 你的意思说 基金的 当他有过失的情况之下 当他没有过失的情况之下 即使两千三百万人被坑杀了 他也是不用负责 其实这个地方会牵制到 他相对的举证责任 还有他的责任会所的认定 我现在请求你回答我的 按照会后回答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 针对您的意见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那不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 我觉得修法的方式很简单 如果法律的规范不完备 我们就是修法 重点是说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确保 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民的 这样的一个权益 那么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 您可以会后回答我的 是关于 我们刚前面提到的 都是防闭而已 怎么样子能够建立这个机制 能够让我们台湾 类似的弊案呢 能够像JP Morgan的案子一样 一发生之后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他就可以处理完成 我在昨天的投影片 已经给你看了 2012年4月发生的事情 2013年的3月15号 整个300多页的报告 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今天相较于美国 就算我们今天 不要用美国的一年的时间的话 我们最起码两年可以完成嘛 尤其我昨天已经提到 这个民众呢 他有他的这个追溯的时效 那另外一个呢 除了刚才无过失责任之外 我要请教主委啊 按照我们的这些的 嬴政案也好 第一金控的这些的案子也好 我们有一个 形式上面的背信罪 可以追责 对不对 可是投信投雇办法里面啊 他108条里面 一样还有规定哦 他也有刑责的规定哦 他说基金管理人 违背职务要求 其约或收受财产 或其他不振利益的话 处7年以下有其徒刑 所以这个是一个 特别的一个背信罪 那么我想主委 可以在会后回答 你不是法律人 这个我可以理解 OK 为什么在实物上面来讲 我们没有用这条 因为他的处罚 是7年以下有其徒刑 事实上是比5年以下 一般的背信罪低 当然我可以期待 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话 它可能构成这个条 第一金这个案子 构成吗 这可能构成 可能构成 我没有说它一定构成 我是说 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来讲 既然你是监督的部分 那你就必须要务实 去追究这个责任 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呢 还有民事责任 还有行政责任 那我要请教主委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都是 从最轻啊 因为嬴政案里面的罚缓呢 是12万到60万 你只罚了12万 当然60万也不能够解决 大家的问题了 可是这个是一个宣示 你行政主管机关 你在执行你的行政权的时候 你对于这个案子的重视 在第一金控里面 你选择的按照104条规 你选择一个最低的处罚 你选择一个警告而已 我觉得主委 你这个会不会对全民来讲 第一金我们还没有处理 而且第一金我们其实会很认真去检讨 我们整个职责任 主委在你的网站上面写了第一金的部分 你处了一个警告 还没有 那你的网站就错了 因为我们说的资讯是从你网站上面来的 第一金还没有处理 好不好 您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 他写一个处分 我也有内议 我想那个主委 你的事后报告或者是书面报告 好不好 感谢 谢谢 谢谢李委员 谢谢 接着请